她是清流明记,十四岁归为藏原夫人,跟随夫妻出示德国,厌经四座,二十一岁再度封城,颠倒众生。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为拯救黎民,她不惜冒险泛难,名众一时获慈禧召见。 但是她命犯小人,堪喝一生,她就是蔡金花。 无论对要分,但我只想会夜甜衰,做对多少也不提,做错不轻流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燕姑娘真是傻了,为什么要原良致敬? 后来到我知道这件事,已经无法挽救了。 如今午夜梦回,苦心自问,我太对身言不住了。 大人,为什么要说这件事? 因为你就是她。 怎么会? 彩云姑娘,你真的很像她。 你让我想起很多事。 真的对不起,既然如此,我也是走法了。 不要走,我想看着你。 这边又没有兴致,这边又融融细雨。 文轻轻,请恕我们不通气了。 不过整个华房这么大,如果被你独占,似乎太过了。 这样吧,有什么轻轻我我,就留在走难人散之后, 亲自去彩云姑娘的暖房之谈吧。 彩云姑娘? 彩云姑娘?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 我们实在不应该为洪兄开口的。 应该由他亲自征信彩云姑娘的同意才对的。 是。 现在搞到一个走出去船舱,一个在这儿焦急, 那我们岂不是欲成岛还反而破坏了? 杰之兄,你大可以放心。 文轻轻自然有办法力冠绝难的了。 好了好了,几位仁轻,不要再取笑小弟了。 知房轻,请你过来。 什么事,文轻轻? 你信不信轮回转世? 文轻轻,你现在说佛学,似乎更差风景。 不是吧,你记得梁新燕吗? 梁新燕? 这个赵彩云,无论面貌、体态都很像新燕, 你说是不是? 嗯? 更奇怪的是,新燕为我自尽那一年, 刚刚就是彩云出世。 你不说起我就不觉得, 不过你一提起, 我又想起,真的有点像。 这真是新燕的化身。 文轻轻, 可能你对新燕有一份内疚, 所以觉得特别像。 或者,就算我是内疚, 但是为什么彩云看到我, 又会觉得面善呢? 那不会是巧合了吧? 文轻轻,既然如此, 那你不妨纳彩云为妾, 一来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门结, 二来也可以带我们有杯喜酒喝。 文轻轻, 你放心吧, 为彩云脱席的事, 包在我们三个身上, 吴杰之办事最能干的, 托他去跟保母说一声, 一定能够如你心愿的。 都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我如今大孝在身, 毅言立切, 我怕会朝夜闲言闲语, 而且, 很麻烦的。 你还差一天半天就脱服了, 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而且这件事, 要急都急不来, 起码都要跟保母周旋之后, 还要找彩云的亲人商议, 给了新价钱, 再立张文契, 以后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那外人方面呢? 那就要暂时瞒着嫂夫人了, 最好先立个外室, 安置好彩云, 等你校服其满, 进京保守之后, 就再正式接他入门了。 那也好, 知房兄, 如何? 这次彩云的事, 就要多多拜托你们几位了。 不用客气, 举手之努而已, 所谓君子成仁之美, 总之事成之后, 不要离开我们这一餐就行了。 一定不会的。 来来来, 我们回去,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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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就由汪芝房穿人線 吳傑芝做碎客 首先交二千兩銀給我 二百兩銀給我辛苦 分別再納了紋契 那就接我過門了 那時候你不可以入洪家大宅格 那你住在哪裡 洪君就在蘇州城裡租了一間住宅 暫時安置我 在這段日子裡 我們的生活如痴如醉 洪君好體貼我 但是洪夫人一直都不知道這件事 後來洪君就帶了一部人洪星 上京脫伏消架 那你們有沒有遇到什麼波折 好舊運 我們一直都沒有什麼波折 而且還令到我這一生有很大轉變 什麼轉變 是 當時 朝廷鑑於海外失犯 失地太多 和外國交涉的事 和外國交涉的事 無人無知 朝廷就漸漸對外交事務重視起上來 剛好那年出師得 我 奧 何 四國大臣 許敬情 任門就快要回國 皇上見紅軍知望軍眾 為人處事老年穩重 又得到軍機大臣雍和和舉戰 於是就派紅軍出任 住法國 俄羅斯 奧地利 和荷蘭四國的大使 二爺就順理成章做大使夫人嗎 哪有這麼快 期間還有些轉接 我摘到甚麼 小姐摘到兩德一功 現在進身為太常子正卿 正三品官 那我現在才是三品大官 隨時可以入京見皇帝 那你呢 你現在是甚麼官 我現在是內閣協辦大學士 官從一品 那我們哪個官大 當然是我大 我是從一品官 起碼帶你兩級 為甚麼 如果你要跟我同級 你要經同二品官 正二品官 才到一品官 不用不用 我要大過你 小姐 我不管 我要大過你 小姐 願賭復書 怎可以這麼奸奶 我一定要大過你 小姐當然大過我 我就是老爺請回來 服侍小姐的伯仁 一切都要聽小姐的吩咐 小姐說不玩就不玩 不行 我現在又要玩了 那好吧 不過這樣 不准這麼奸奶 那你給我做從一品官 你做正義品 又好 我們換局來玩 小姐 小姐 老爺回來了 真的 阿福 你快點收拾星官圖 小翠 你準備茶點和酒菜 是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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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死我了 我入京這麼久 就想死你這麼久 老爺 你先坐下 你先回家吧 為甚麼回來也不預先派人報個信 我就是要突然回來 看你乖不乖 原來老爺不信人 跟你開玩笑,別生氣 老爺、小姐,喝茶 行了,放下 彩雲,這次我被皇上陰典 接任為駐德俄、奧河四國的大使 如果可能,或許我會帶你一起出國 出國?真的,老爺 你想不想去? 那就是去和番 我也是不去 聽說洋人紅鬚綠眼,又野蠻又惡 我不敢去 傻女,別聽人亂說 外國也不知道多強盛、多文明 有很多東西我們應該去學習 只是我們搭去德國那艘薩克森號大洋船 面積就有這間屋一百倍大了 我真的很想帶你去見識一下 看看外面的世界 真的嗎? 也是不行的 我又不會說他們那些話 又不習慣穿洋服 一定會被人笑的 老爺,我不去也不行? 不行 到時候一定會悶死我了 那可不可以帶阿福和小翠一起去? 到時候或許帶阿福去吧 大使公館都需要有個下人耳工差遣 那我要他們帶那些小翠一起去 還有宴、星官圖這些東西都要帶去 那就不怕悶了 老爺,我去告訴阿福 阿福,阿福 阿福 大使家 老爺,離開家這麼久 身體沒事吧? 没什么 夫人你呢 托老爷鸿福 我身体很好 是啊 我一接到信 就请联三叔过来 为老爷收拾行装 现在一起就许了 老爷休息一会儿 就去东厢检查一下 如果还有什么欠缺的 可以快点叫人添补 有劳夫人 应该的 老爷去到外国 想买都没那么方便 我已经叫人请三叔过来 老爷不如先吃点心 不用了 老爷长途拔舌 不觉得饿了吗 我 当然饿了 可能是过分辛劳 以至饥饱不分 那我叫他们准备点心 怎样呢 怎样开口呢 如果我提出要葵娟出事 万一他说去 就会破坏我全盘计划 如果他说不去 那又怎样开口 跟他说有个赵彩云 真是伤脑筋 真是伤脑筋 夫人 为夫有些事 要跟你商量一下 是什么事 皇上下旨要我出事 外阳四国 今次要远涉重阳 如果夫人和我一起去 一定会很苦闷 还有 还有什么 苦闷还是其次 听说外国人的风俗 大使一定要葵娟出席宴会 在见下的时候 外国人会跟你拥抱 甚至拥猛 还会 总之夫人一定不习惯 而且 而且还会令我好难堪 对吗 对 老爷不用觉得为难 我出自书乡门帝 这些场面 真的会令我难堪 对 对 所以 老爷有什么主意 我 近来 我身体不好 我的头疯病又是好是坏 本来 我也打算找个人 回来服侍老爷 幸好老爷 老爷在外边 已经密释了人 那就不用我努心了 夫人你怎么知道 你在哪里听人乱说的 早几天 我已经吩咐下人 收拾好南商几间房 你就择个良辰吉日 接他回来吧 到时老爷 可以带他一起出国 有他服侍你 那我就可以留在家中 过几年清静的日子 都是为夫一时糊涂 老爷 老爷 大家都二十几年夫妻了 难道我还不明白你 是 是 是 真的眨眼就二十几年了 不过 是 外国是一夫一妻制的 到时 他的身份 什么外国人 都要你买老爷的家事的 那又不是 只不过 那你就跟人介绍 她是夫人 难得夫人这么体贴我 我真的不知道 老爷是一家之主 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好好 多谢夫人成全 那我就依足香荔 接召彩雲过门 这个红夫人真是很大量 是啊 记得我过门那天 古岳温天 由大浪桥巷出门 一直去到红家 所有仪式 都跟翠正室一样 行礼的时候 红夫人当众说了一番话 也都由于这番话 令到我更加佩服她 尊重她 各位亲友 大家都见到了 这位彩雲姑娘 不论仪容 外貌 都有大家风范 而文卿出阳 本来我好应该跟随事后的 可惜我身体不好 不可以服侍她 所以今天 迎娶新夫人入门 等她代替我出国 事后丈夫 请各位亲友 体谅 原谅我 财雲 事后老爷的责任 今后就要交给你了 这个红夫人 真是难得 是 后来我跟随红军出阳 夫人 还将她的 告命补复 借给我 所以我一直都很敬重她 老爷 你看看 你看看 有很多 刘哥 那些白色的刘哥 海云 说话 斯文 你如今是大事夫人的身份 不能这么大声笑 那些是海鸥 不是刘哥 海鸥 海鸥 这么有趣 是不是因为他们会飞进海里 勾鱼来吃 所以叫海鸥 不是 海鸥是这种雀鳥的名字 海鸥 老爷 早一两天 还看到有岸 有山 但是现在不见了 就是看到天 和海 当然 我们离开上海 很远很远的了 我们由鸥松口出发 走了七八天船 已经出到太平洋了 太平洋很大的 大得看不到岸 你说大不大 红大人 用餐时间到了 请和夫人一起去餐厅用餐 行了 老爷 我不去 我怕看到那些洋人 他们说些话 我又不懂 你不去怎么行 这些是礼仪 不要这么扭门 来 你不去 你不去 蔡金花第三回 李安球监制 姚秀玲編道 金东方原著 可可編劇 并且由 朱曼子 王兆强 李德能 蔡雅角 澤耀辉 罗嘉玲 刘超文 曾月娥 蔡影玉等联合播出 蔡金花第三回 现在建议播放完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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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